冲击山是沉积物的堆积 从集中的沉积物源向外山出 例如从悬崖上出现的狭窄来谷 它们是前汉置办前汉山区的特征 但也鉴于降雨量大的潮湿环境和现代冰河时期地区 面积从少于1平方公里0.4平方英里 到近2万平方公里7700平方英里不等 冲击山是沉积物的堆积 从集中的沉积物源向外山出 例如从悬崖上出现的狭窄来谷 它们是前汉置办前汉山区的特征 但也鉴于降雨量大的潮湿环境和现代冰河时期地区 面积从不到1平方公里0.4平方英里 到近2万平方公里7700平方英里不等 地质记录中冲击山的一些例子包括 1.北美洲东部三叠际盆地 北美洲东部三叠际盆地的冲击山 是地质记录中最大的冲击山之一 这些风扇分布在阿巴拉契亚盆地 伊利诺伊州盆地和阿纳达科盆地 2.德文巨南部的星红沙岩 德文巨南部的星红沙岩中也发现了冲击山 冲击山在其他行星上形成 例如火星和土位6 其形成过程与地球相同 在火星上 冲击山是由冰川融化的水流或冰流所携带的沉积物沉积而形成的 在土位6上冲击山是由冰川融化产生的液态甲丸 或以丸流所携带的沉积物沉积而形成的 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冲击山位于印度恒河平原的喜马拉雅山脉沿岸 水道的变化节点分离 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洪水 正如2008年柯西山发生的那样 此外 冲击山在地质记录中很常见 包括北美东部的三叠纪盆地和德温郡南部的新红沙岩 这些山可能含有地质记录中最大的历史堆积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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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